大家好,我是秋奇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兩個最容易做錯的瑜伽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前彎 因為很多時我們向前彎曲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伸直雙腳去拉你的腳後面的Hamp String 很多時我們要伸直的時候 就很容易拉傷你的脊椎 尤其是下脊椎 我們首先合起來的時候 這個是不對的動作 我們不要伸直這樣 不要這樣 因為這個 首先肩膀縮了上去 這隻腳伸直就會拉雙腰 首先我們要彎雙腳 然後儘量將腰拉直 然後肩膀拉離開耳朵 然後慢慢向後伸直 然後這樣拉直 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做後彎很需要腰的柔軟度 其實腳的強度也很重要 正確的做法是慢慢伸直雙腳 膝蓋向大腿的方向推上去 大腿內側向內旋轉 雙腿內側向下 雙腳就用力了 上半身也要用力 首先胸口向上提升 手指向上 手肘向中間推 一直向上提升 然後慢慢向後彎 保持胸口向上 對於瑜伽初學者 最重要是要有耐性 以及用心去聆聽 不要看到旁邊做什麼 你就跟著做 最重要是兩力而為